接吻是技术活 不要只会伸舌头来学一学吧 比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接吻 尤其是男生 探出舌头以为就是伸吻了 或者是手忙脚乱不得其法 其实啊接吻它是一门技术活 应用得好 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 以及让情感瞬间爆发 深度的体会到爱情带来的快乐 第一种呢就是伸吻 这是情侣最常用的方式 一般适用于热恋之前的感情阶段 这个时期啊不要贪恋温柔 最好一沾就走 保留对爱的想象力 因为感情基础还不够 双方需要保持一定的礼貌性 不然女孩子呢就会觉得像是被侵犯了 第二种呢就是舍吻了 热恋时期情侣之间可以尝试 因为双方有了更多的信任 可以有更深的探索 并且呢舍吻呢就会刺激人的身体激素分泌 比如说多巴胺内分态 所以呢能够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甚至是很兴奋 这也是情侣之间感情升温的最好途径了 第三种呢就是碰头吻 这个动作啊一般由男生来完成 用双手插进女生的后脑勺的头发里面 轻轻的拖住她 然后低头的吻下去 这一种接吻方式对女孩子来说啊 就会感觉到被保护的感觉 所以甜蜜感会更渣的胜一筹 有调情的作用 对男生的刺激它是比较大的 也能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 所以情侣之间打算亲密接触的时候 就可以去尝试这一个吻法了 第五种就是紧吻和耳吻 女孩子的颈部和耳部都是比较敏感的地方 男生亲吻女生这两个部位的时候啊 要亲友最好同时伴有微微的喝气的动作 这样皮肤微氧的程度就可以了 第六种呢就是早安吻和晚安吻 这是男朋友的日常了 通常会亲吻额头啊 爱情是需要仪式感的 男孩子呢不要觉得在一起久了 早安晚安就可以不用说了 爱是需要培养和呵护的 第七种呢就是社交吻 接吻虽然美好 但也要注意场合 不要秀恩爱 不要影响旁人的感宽 所以呢在公共场合 情侣接吻最好的部位就是面颊 既显得有教养 也很体面 第八种呢就是毕东吻了 这个吻啊不太适用于感情 深厚到一定程度的情侣 男生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可以尝试用成功率 它是很高的 因为毕东吻呢 它有狂野的一种性质 把女孩子推到墙角的位置 压缩空间 只要女孩子不拒绝 基本就能够追到手了 类似于霸道总裁吻一样 第九种呢就是风情吻 情侣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自然是要拍照的 但是直接嘴对嘴的去 亲吻的话又破坏了风景 这个时候啊最好的办法就是 男孩子呢从后面环抱女孩子的腰 就像是泰坦尼克号里面中 杰克和露史 然后女孩子伴回头 与男孩子亲吻的场面 这样子呢就会显得 这样子就会显得很浪漫 也很有风情 以上呢就是情侣间 接吻的各种方式和技巧 学以自用 要多加练习 才能够让感情变得更加的甜美 和温馨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